昨天,周立波发了一大段文字,讽刺现在的娘套横行的社会现象,不过明里人都明白周立波的自领行间里说的是谁,小编在这里就不直接说了,但是周立波配的这两张图片,也很有寓意。 伯格的这两张照片,难道是充分说明了伯格此时的生活状态和心态,充满了正能量和爱,有对生活的热爱,对妻子的热爱,对动物的热爱,爱动物的都是好人,起码先生充满阳光,充满阳刚,这样的生活足矣,我一向很喜欢他的节目,可他的这条微波我很不喜欢,因为显得无聊了点,而且头换了概念。 以前周立波在小编心中很深刻,此时拒绝的肤浅了,尤其是微博的节目,显得略过小心了点。 小编还想说的是像泛创世经济文化,像李玉刚,并不娘,不应看他工作如何,而应看他现实生活和个人品质。 从未听说过李玉刚实际生活中如何娘,个人品质上也没听说他有什么不良习性,现实中不妨有人看起来够爷们,但游手好闲,靠女人养活。 这样的男人是爷们吗? 真正的爷们是什么? 小编认为是心怀坦荡之人,一个可以接受各种人生百态的人,而不是刻意去指方骂怀。 周立波我尊称他为波波老师,但是这件事并不能让人理解,做得也不够打气。 还さε4 4 6 6 100 7 不 7 7 6